嗯,一臂 關我什麼事啊 我們是超級 嗯 嗯 其實我 其實可能不是很多人很清楚 因為我其實我在 之前有做過一個歌手 就是唐艾萱的專輯 在那樣專輯的時候 其實我有翻唱一些 我有翻一些古典音樂的東西 所以在那個是不知道 我忘記是200幾年的事情 就是好幾年前 但是那一年我的確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因為我對於古典音樂不是那麼熟悉 所以在那時候做唐艾萱製作的時候 我花了非常長的時間 我家裡全部都是那些什麼 服帽發行的古典音樂發燒片的CD 我每天都買了一大堆CD回家聽 所以呢我對於那些古典音樂的 就作品有一些很粗淺的了解 因為我的確不是那麼 對這些東西不是那麼內行 那通常我要做一個音樂 我一定會花很多時間去研究它 所以那陣子聽了非常非常多古典音樂 然後那時候幫唐艾萱做了一些古典音樂 還有一些 怎麼講比較古典的民謠的翻唱 其實我對於那些作品我覺得很滿意 因為我覺得很滿意 因為它後來聽起來像流行音樂 就是不會有那麼 你要把古典音樂變成流行音樂曲式 其實是有點難度的 然後那時候因為做一些嘗試 然後有一些經驗 在好幾年之後 我在做我這張專輯的時候 我就 我其實有 我一開始我就有想 我想要把古典音樂拿來翻唱 其實我那時候就有想過小邦的作品 但是我同時因為又懷疑 我又想了一些其他的小品的東西 舒曼啊什麼那些 我就開始有想一些 一些作品然後開始聽 那當然因為這次的編曲是 羅恩尼她是念古典音樂 所以就是 我有跟她討論一下 參考了一下 其實 只是單純想要挑一些 很有難度的古典音樂 變成很好聽的流行音樂 其實這對我們實在來說 是很有挑戰性的事情 那後來就是 因為大家在共識之下 討論之下 就是後來選了蕭邦的作品 嗯 選了蕭邦的作品之後呢 很快的我們就選了蕭邦 因為我們對這個東西其實很有共識 那蕭邦的蕭邦的東西其實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蕭邦有一個段落其實是很難很難的 那我們挑了那個比較簡單的部分 來翻唱 那這個歌我 蕭邦 因為蕭邦 因為當然很有趣 因為其實我們在製作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 嗯 那時候周董在弄那個 是音樂的蕭邦嘛 對 所以 所以就覺得 欸還蠻有趣的 就是 大家都喜歡蕭邦嘛 那就來拼一下 呵呵 你知道就是很愛嗆一下那樣 嗯 嗯 但是 當然這只是一個好玩的 好玩的念頭 然後就開始說 嗯 我一開始 要翻這個曲子的時候 我想要讓它變成一個很舒服 很平靜的東西 但是我有跟 我其實一開始就有設定一些主題 我希望把蕭邦跟離別曲這些東西保留 那我就開始朝著蕭邦跟離別曲都在這個主題裡面的方向去填這個詞 那 這個詞的話 因為我通常 我的 我寫詞寫曲都是很快速的 所以 我通常是想一段時間 然後很快速把它寫下來 所以這個是算是我花很多時間去 去經營鋪陳的一個作品 然後那時候就想 我想要寫一些關於青春 青春逝去的東西 因為這個跟離別有關 然後我就很想引用 因為其實在蕭邦那個年頭 蕭邦在那個時代也是他的流行音樂 而且你知道流行音樂有一種時間感就是 你在想起比如說你十幾歲 比如說我在想起我十幾歲的時候 我就想到小虎貝啊什麼什麼 就是你有時候會因為一首流行音樂 或是某一個流行團體什麼的 然後你就會想起你的青春歲月 或是你想起你的愛情故事 因為這很好玩 因為你在紀錄 這個紀錄青春的過程裡面 可能有很多東西是用流行音樂來串聯的 那我會覺得這個是一個屬於大家的 我就想到青春還有流行音樂 是一個共同記憶這件事情 但是又要有蕭邦又要有離別局 他就變成一個很複雜的一個議題了 我必須要很流暢的把這些東西 全部都容納在裡面 後來我就寫了一個 以青春逝去為主題的一個歌 但是呢流行音樂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梗 然後呢蕭邦在最後很巧妙的出現 那這整個歌呢是一個屬於離別曲的概念 那我寫完這個歌的時候 我那時候還沒有開始錄Vocal 我就有覺得 因為整首歌其實有一些時空跳躍的部分 比如說在主歌的時候是在年輕的時光 但是副歌很快的你就去 你就反過來緬懷那個時光 你馬上就有那個成熟的氣氛存在了 我就覺得那個時空的跳躍感 我應該要找一個很有青春氣息的人 來演唱這個部分 所以那時候很想找一個歌手 因為那個部分其實音很高很難 所以我想找一個唱得很好的人 他又是我喜歡的歌手 所以我可以很 他可以很輕巧地把這個東西唱完 後來我就想要Hippie 因為一開始是因為有人跟我說 Hippie很喜歡我 所以我開始注意到他 然後我發現SHE裡面 他是一個比較 他聲音比較高 那我很容易辨識他的聲音的一個 然後他有一些很好的唱功 當然我會找他一個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他是那個 他就是屬於唱流行音樂的那個人 他就是有很鮮明的 因為你可能在某些人的中學的記憶裡面 或是他的青春回憶裡面 就會有SHE這樣的東西 他代表了某一個時代 或是某一個人生階段的少女 就是SHE 對我來說 他太符合那個離歌曲的情境了 所以我就想要找Hippie來唱這個歌 那其實找哈澤還蠻愉快的 就是在一個頒獎禮上面 反正我就是 你知道我就是推開門進去 然後就是 我就是想說我要找SHE來唱 那你知道我就是 我是一推開門 然後就是到處就變鴉雀無聲 我常常這樣子 我就是常常會把場的高冷 這種人 大家就會很害怕 很有那種黑幫的氣氛 門一推開 然後裡面就 靜默 然後後來我就說 其實我那時候只是覺得 啊這樣子很 就是這樣場合 讓我覺得很害怕 所以我就只好說 一筆出來 然後沒想到我把Hippie搞得更害怕 然後我就把Hippie Cue到門邊 然後Hippie已經抓到鑰匙 可是其實我也很害怕 我想說 大家都那麼安靜 多恐怖啊 結果 就搞得大家都很害怕 我就跟Hippie說 我想找他唱歌 然後 反正後來就是聯絡啊 就還蠻愉快的 就到錄音室 就是 大家很輕鬆 因為我有跟他解釋過這個 這整個DVH要表現的東西 那我覺得其實Hippie 是一個很聰明 然後也很有技術的歌手 所以 我們在整個溝通 跟錄音的過程裡面 都是很 都是很愉快的 然後就 很 很符合我的期待 我覺得 我們就錄完了這個DVH 就是一個我覺得很好的一個表現青春失去的一個作品 我覺得是一個還蠻美麗的 好剛好